字幕視頻 Hello 大家好我是草筋貓 最近去深圳兩天一夜 第一天去金坑古鎮 主要觀光和打卡 第二天去龍江萬達廣場吃東西 和在室內遊樂場玩足一天 今集主要講第一天的行程 金坑古鎮 星期六早上10點多 我駕車去鄉原惠口岸 車位是早一個星期預訂的 拍兩天一夜的收費是港幣300元 過關之後用高德地圖叫車去金坑古鎮 車程是半小時左右 車費是93元 我在金坑古鎮的南門下車 到駕車的時間是中午12點左右 第一件事就是找餐廳治療肚 第一餐我光顧這裡最有名的餐廳 鳳凰客家餐廳 鎮裡有不少餐廳 一會兒帶大家走一個圈 你們就會看到其他餐廳 到期時再和大家介紹 阿橘 客人來了 一個兩人位一個三人位 這邊還要上去 謝謝 謝謝謝謝 想不到中午12點多已經沒有位了 於是店員就帶我們去他們另一棟東西 食的東西都是一樣 只不過這裡的環境就小一點 建議大家如果怕沒位的話 可以預先上大眾點評那裡 線上拿醜 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餐牌有什麼了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客家養豆腐 和客家鹽焗撈雞 價錢就是遊客區的價錢 在手機點完餐我就搖它買耐雪 差不多時間我就去耐雪那裡拿東西喝 鎮裡面的耐雪不算好時間 都有些空間給大家坐下 大陸的餐廳有個好處就是 可以給人帶外來的飲品 說回這兩支飲品的口味 我自己覺得瓶莊的肉有甘 是好喝過手搖的 瓶莊的味道我自己覺得是重點 還有不會因為溶冰而沖淡的口味 我是比較推介瓶莊這一支 話這麼快客家鹽焗撈雞就準備好了 店員將不同的配料放上去撈 為隻雞調味 客家菜傾向多油多鹹的 比較重口味 鹽焗雞正正可以品嘗到客家菜的 精水 就這樣看 隻雞細細隻 肉就不算好多 兩個人吃 份量剛剛好 皮好香軟 脂肪薄薄的一層 肉十分之嫩滑 鹹鹹的 香香的 有雞味又夠新鮮 這一碟我都幾滿意 洋豆腐是客家菜的代表之一 就這樣看 這碟洋豆腐都很有光澤 豆腐的口感略帶紮實和綿密 汁和豆腐都很有味道 不過可惜的就是肉少了點 喜歡有汁拌飯的朋友 這一碟都是不錯的選擇 青瓜就正正尝尝 吃了些重口味的雞和豆腐 我們都很怕叫碟炒菜又是重口味 想清一清喉嚨 於是我們就簡簡單單叫個青瓜 賣單是244元 就叫了三個菜 一支飲品 還有有茶位 這個價錢都真是遊客價 我們已經沒有叫飯了 因為怕吃不完 剛才兩個人的份量是剛剛好 大概一點多我們去酒店拿房 今次我們是住鎮入面的 南鄉流藝術酒店 關於酒店的開箱我上一集已經介紹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重溫上一集 在這裡我就不重複介紹了 現在帶大家走進金坑古鎮 由北門開始走到南門 北門一走出來就是這個細細的荷花池 在這裡打卡真是不錯的 後面就是內地的連鎖書店 貓的天空之城 跟大家進去看看 這間書店有書 有精品 又有一些手信可以買 特別設有砌圖專區 可以帶小朋友在這裡玩砌圖 書店最大的賣點就是可以在這裡寄明信片給將來的自己 相信大人和小朋友來到書店都會覺得幾多東西看的 貓店長就長期在這裡 大家看看它的模式多漂亮 在書店出來帶大家看看周邊有些什麼 這裡有個V谷樂園和玩雪的飛雪樂園 比較適合小朋友的 如果想進去玩就要額外給入場費 樂園前面有一片空地 有些小攤檔 再走入少少就是小娘母之家一帶 見到有很大的漁池 前面有一片小農田 我們回到大街的方向 一路上很多人 說這麼快就見到 左手邊有客家餐廳 容香匯 和一些小食的攤檔 右手邊有個小巷就是剛才書店的後面來的 這個鎮上面是有不少主題館或者博物館要額外收費的 我個人認為即使不花錢 只在這裡逛逛 看看風景輕鬆一下都已經非常足夠 拿著手機出來 隨便拍任何角落都是打卡性地 在這裡又有很多好東西吃 這間鵝之道是我今晚吃晚飯的地方 逛逛逛逛就來到中間的荷花池 這裡也是我今天吃午飯的鳳凰客家餐廳附近來的 就是金坑博物館 免費入場地和大家進去看看 這個博物館主要是說客家文化 相信不少鄉下是客家的朋友 來到這裡會有不少的共鳴 甚至乎會更加認識自己的根 欣賞完博物館再走前一點就是新龍門客棧 這一帶開始就接近南門附近 眼前見到的是金坑炮流 屬於民國時期的建築 曾經是東江中隊司令員鎮山抗日和對抗敵軍的地方 在金坑每走幾步就會見到一些小店 這些商戶都分得比較散 所以每走幾步就會有些新發現 來到金坑古鎮最受歡迎的打卡位 這棟建築物設計古式古香 有不少朋友認為像千雨千尋的場景 真是百漢不厭 附近一帶也有不少環街窄巷 很多東西看 一邊和大家穿梭附近 一邊多說少少這個鎮 金坑是深圳的十大客家古村樂之一 而金坑古鎮也有300年歷史 在內地經濟未改革開放前 客家人聚居於深圳不同的地方 例如羅湖、鹽田、平山和我今日身處的龍江 隨著深圳經濟起飛 很多地方都城市化 金坑古鎮可說是少數還保留客家文化的村落之一 這個鎮上有歷史留下下來的珍貴遺產 亦有部份在原本的基礎上再活化 將客家的文化繼續植根在深圳這個大城市 2022年金坑古鎮被評為國家3A級旅遊景區 只是今年內地農曆新年這個小鎮 短短四天內已經接待了24萬人次 由此可見這個鎮都很受內地人歡迎 走到近一點見到都很熱鬧 這裡聚集了大約20至30檔的食物 雖然範圍不是很大 但氣氛也不錯 適合喜歡掃街的朋友 入夜之後的金坑古鎮更加引人入勝 不經不覺都拍了這個鎮大部份的地方給大家看 嚴格來說這個鎮半天都可以走完 輕鬆和慢慢看的話一天都相當足夠 雖然這裡的規模和壯觀的程度 遠遠不及內地一些歷史悠久 又或者二三線城市的村落 但作為比較少去探索內地風情 頂多都是周末上來吃喝玩樂的香港人 我覺得這裡是有驚喜 現在和大家去二十四市書院 由金坑古鎮的北門報行大約8分鐘便會到 入場費是39元一位 二十四市書院最大的賣點就是夜景 我差不多是晚上7點才入場 進來才發現原來這裡都幾多東西看和幾多東西可以拍的 所以建議大家不妨考慮早一點 例如傍晚六點鐘左右入場 逗留兩小時大概晚上八點鐘左右 就回到金坑古鎮那邊吃飯 看看資料這裡是華僑城集團 用了過億元打造移城的全新深圳文化旅遊景點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看看 你在這裡做一個我聽說 要不想去拍攝 用了一張子未來賣的 也可以吃飯 RussOOK KARB KARB 離開二十四市書院,回到金坑古鎮吃晚飯,一路上左左右右都很多特色的攤檔,有少少像夜市的感覺。 今晚我們在鎮內的俄之道餐廳吃晚飯,這間餐廳的營業時間是去到晚上十點半。 最出名的就是燒鵝,但當我們八點半左右來到已經買完,十分可惜,唯有叫其他東西。 首先出場的就是松草花燉雞湯,這一碗湯足夠誠意,材料比湯多,十分濃味,感覺挺補。 吃不到燒鵝,我們就吃燒鴨,燒鴨的皮都算幾脆,肉都幾厚和滑身。 有少少酥味的,不過不是太誇張那隻,整體來說是不過不失。 手抓羊排淡淡肉,只看賣相都已經覺得好吸引。 調味調得有技巧,羊就沒有酥味,反而突出到鮮味和適當的油脂味。 肉的口感充滿層次感,這一碟我認為是高質的。 豬油渣炒菜炒到青青綠綠,閃亮亮的賣相的確是吸引。 炒的時間和火候都掌握得很好。 菜吸了豬油渣的味道,加上有蒜頭爆香過, 整碟菜夠了味道,沒有令人失望。 賣單的時間來到,我們兩個人叫了三碟菜,一個湯和兩碗飯。 加上這個茶位,總數是208元,都是遊客區的價錢。 食物質素我是滿意的,但遺憾地試不到他們的招牌燒鵝。 吃完飯差不多是晚上10點,當然要來飯後甜品。 回酒店前,我們就在流氓一族叫了兩杯飲品,然後拿上酒店慢慢享受。 流氓一族的芒果真是不惜公本,多到漏出來。 芒果味道非常重,如果你是很喜歡吃芒果的話,你一定會很喜歡。 吃完芒果甜品,今天金坑古鎮的行程真是非常滿足。 明天我們會退房,去龍江晚達廣場玩足全日。 下一集會更加精彩。 大家記得看我的影片。 好,我們下條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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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